各位同心 动动有没有好一点 有 快解脱了 等一下这是我们的小组会议时间 我们接下来看到 我刚刚是不是讲到 我们已经纳入为 日本的领土之一 对不对 但是那个是1945年 4月1号 但是1941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日太平洋战争 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是重叠的 45年 颁布 然后41年的时候就在打仗了 那请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在战争当中 如果你是战争下的人民 你这个时间你会干嘛 逃命 你还会去管你的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 已经变成谁的了吗 不会太在意 这个时候打仗 这个时候打仗怎么样活下来 这是你的重点 所以 所以在加上什么 我们1945年的4月1号颁布 明治宪法 1945年的9月 打败了 日本战败 投降 那请问4月1号跟9月这样差几个月而已 四五个月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 战败了 投降了 可是呢 台湾跟澎湖 还是日本天皇的吗 还是吗 是 就像 我们去 如果去结婚 然后 你把身份证送上去 然后两三分钟 你的身份证下来了 旁边多了一个人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成功 然后 如果你要离婚的话 可以说 我要离婚 但是我不要办手续 我就可以离婚了吗 不可以 所以当下达 宪法了 颁布了明治宪法的那一刻 开始 台湾跟澎湖就成为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领土主权在日本天皇手上 即使 1945年9月 日本战败 他无条件投降 一样 你只要没有 割让 没有签订 台湾到目前为止的领土主权 都一样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当时迈克亚瑟将军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 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说 我要将日本五马分尸 有没有这么痛恨他 有 日本偷袭他的什么 珍珠港 所以他投下两颗原子弹 他是主要的战胜国 他有权去支配分配领土 日本的领土 因此 我怕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崛起 我要将他五马分尸 北方四岛 由俄罗斯战管 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 由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 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呢 由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 为什么美国要将台湾跟澎湖 分配给蒋介石集团 因为美国的想法很单纯 他只是想说 或许吧 华人会善待华人 可能他当初的想法觉得 语言比较好沟通 因此将日本五马分尸之后 台湾进入了什么 交战国占领日 1945年的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之前有两个月 台湾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请问一个国家没有政府的时候 会不会动乱 会 会 台湾有没有动乱 没有 你们相信吗 台湾在两个月 完全没有政府的情形下 没有动乱 为什么 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些学生 跪着在读书 培养了什么 武士道精神 还有 没有动乱 他们自己组成的自卫队 有效的在这两个月的期间 好好地管理自己的人民 这代表了什么 台湾的人文素养跟水准 已经到达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才会有这种可能性发生 对不对 不然没有政府都没有警察了 我还不趁这个时候 抢劫全联跟银行 对不对 但是没有去抢 他们有效的 安静的 等待着要回归什么 所谓以为的祖国 因此 我们在这么高 台湾已经在日志时期50年 培养出这么高的 文化水准的素养下 我们被谁接管 跟我们文化落差 已经差距100年以上的 蒋介石集团 接管 你知道他们怎么来台湾 穿什么 然后这样子来到台湾的时候 然后咧 他们的兵的水准是什么 去杂货店买了一个水龙头 回到家有没有 把墙壁有没有 碰碰碰 挖了一个洞之后 把水龙头插上去 然后转开 没水 没水后 水龙头又拔下来 然后还去骂那个 杂货店的老板娘说 你把我骗 你买我的东西是坏掉的 有没有 他们连自来水 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这样的文化素养的水准 来控管台湾 当时这么高水准的文化 你觉得会发生 什么可怕的事情 拜托来到台湾 天哪 600万的人民而已 然后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 设备又先进 建设又好 又干净 这样子的宝岛 我不把它赞为己有 他打开吓掉 绝对要想办法把它赞为己有 因此 1946年1月12号 将台湾人民用 一道行政命令 集体强迫规划为 中华民国的国籍 就是现在各位手上所拿的那一张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有将你们看 你们的身份证后面的那个 偷偷的条码吗 有 从这一刻开始 有计划性的将本土台湾人 全部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我要用你们 这些本土台湾人的 纳税人的钱 来养我的人民 他的人民是谁 跟着他 中华民国流亡 到台湾的人民 就是他的人民 以前大家所谓称的外省人 也就是中国人 因此 强迫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1947年2月28 台湾人民 黑暗的历史的开端 228屠杀事件 各位同事 在我这个年纪 我觉得228对我来讲 以前 它只是一个历史书上的一个历史事件 我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也不会有太大的感受 它不过就是一个历史的事情 可是 我来到台湾民政府 你真的去了解之后 你会发现 日记时期50年 他培养出多少的医生 律师 老师 博士 硕士 这些精英 艺术家 两万到三万的精英 就在228的世界里面 全部屠杀 刚刚你看到的那个 陈陈坡那位画家 他就出了车站 双手合掌 铁丝从手掌中间穿过去 跪在地上 碰 就地枪绝 有原因吗 没有 没有理由 这才叫屠杀 他把你这些 足以组成一个政府 一个坚强的内阁议会 这些精英 把你全部都杀掉 知道 我把你们 非法 换中华民国国籍 这些知识分子 全部屠杀 再用历史上最强的 长达38年 用56天的白色恐怖 跟戒严时期 将现在 在场所有的人 全部洗脑成功 你半夜啊 在讲啊 你有声音啊 你就没去啊 你又说 半夜我就把你 抬出去 抢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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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当你这样 读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心痛 我开始觉得 本土台湾人 我自己开始有感觉 才会开始有 现在所谓的使命感 原来我们身为 本土台湾人的一份子 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 这些历史事件 是多么的悲惨 然后他还可以欺骗说 他对我们台湾有多好 事实的呈现就是这样 如何公然抢夺 你们本土台湾人的财产 三七五减株 大地主变小地主 把你们 所有人民的财产 全部搜刮一空 为什么要搜刮 因为 当时 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的时候 中华民国国民党 跟中华人民国 共和国 共产党 当时在中国 国共内战 他们自家兄弟 正在打仗 打仗需要什么 钱 他将你台湾 所有的物资 全部收刮一空之后 运去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请问台湾会不会物价通膨 会吧 物价通膨是谁造成的 他造成的 蒋介石集团造成之后 再用四万块块一块来 把你的钱全部都换光光 台湾人 组本很豪雅 地广 人稀 才六百多万的人民而已 哪有可能没豪雅 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 这样子 公然抢夺你们的财产 变成他的财产之后 再把你们变成 一群没有知识的人 你们都想说 好像中国人比较会读书啊 不是 全部都作弊来的 用你们的钱 到现在你们以为 他们好像比较有知识 结果 这是事实吗 有计划性的将 本土台湾人 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这才是事实 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 政治方面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及一身 揽军事大权 严重的官僚作风 跟日制时期 当时的纪律的严明 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来接管台湾的时候的状况 原本吃的饱穿冷暖 等到他来了 饿死街头的一堆 就是这样 那流亡政府是什么 终于 1949年10月1号 中华民国 国民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国共内战 中华民国战败了 他被赶出他的首都南京 当一个政府被赶出他的领土 首都的时候 在这一刻 他就成为流亡政府 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流亡在台北 这就是流亡政府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 你突然就会觉得说 哦 为什么我们不能加入联合国 原因是什么 不是中国打压 是因为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 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包括代理占领的中华民国 他自己都是一个流亡政府 那 大家会说 诶 都已经是流亡政府了 那我们的主要占领全国 美国你也出个三把 我们都这么悲惨了 都228了 然后还被戒严了 已经搞成这样了 你还不救我们 他有想过要救台湾 有想过 他也没有想过 中华民国会打败 他也没想过 他会变成流亡政府 他想说 这样要怎么 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 愿意收留他 可是他也想过 这样也不行 把台湾交给他也不行 可是好时不时发生了什么 韩战 1950年发生了 韩战 韩战爆发 美国他只有一个立场 他要反共 他要反共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不是都已经很伤了 他自顾都不暇了 才会将日本四分五裂 那今天台湾跟澎湖 他不想要交给中华民国 那他能交给谁 他在自己亲自占领 也没有这个力气 但是 中华民国也没有人要收留他 再加上 中华民国当时跟他的立场是一样的 什么立场 反共 因此美国当时为了反共 几年 到今年七十年了 很重要的条约 我们讲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我现在在这个教室 上课对不对 这个教室啊 的地主 他当时就跟我讲说 他没管啊 他这个教室 这个上面的一些事情 他都放弃 他都不管了 给我管 那我就拿来教室用嘛 对不对 上课用 那 我在这里上课好几年了 我现在说这个教室是我的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他就没管啊 对 土地权状在谁的手上 地主的手上 所以台湾跟澎湖 是不是也有土地权状 那我们的土地权状 是不是从下官条约开始 就存在在那里 有在谦让吗 有没有在谦 没有 所以台湾跟澎湖的 土地权状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一样的意思 那我今天呢 在这间教室上课 我可不可以放火烧了这间教室 那个地主他有没有全力管我 有 他是不是有这个义务 要关心一下我在干嘛 我来放火烧他的地啊 可是 这就是日本对我们台湾的人民还有残留的义务的存在 这样了解吗 他放弃了管辖权 但是他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这样了解吗 因此 我们的台湾跟澎湖的土地权状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但是 有人会说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日本详书 这三个公告不是都说 台湾跟澎湖是中国的 哦 对不对 还给中国啊 为什么 你们还说 没有还呢 因为 为什么 单方面认知希望是正式的条约吗 什么叫做单方面的认知希望 今天啊 在玩家啦 你跟我啊 我们在玩家 你们都说 这个球啊 是 他的 你说 这个球是他的 你也说球是他的 他也说球是他的 要给他认他 我给你说球 那个球的发票 对不对 在我的口袋里面 球是谁买的 我买的 啊球是谁的 我的嘛 那你们去炒啊 我没差啊 反正 土地全壮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 当时 战争的时候 全部都说 应该要将台湾跟澎湖还给 中国 请问日本天皇有还吗 没有 有签吗 没有 有答应吗 没有 所以 单方面的认知希望 不是正式条约 完全 无效 战争时期 所讲的话 你要把他救贏他了 不过土地全壮在我这里 我没有给你签了 了解吗 所以 台湾跟澎湖的领土主权 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这是一个观念 我每次看到这个 我都觉得 其实我们台湾民政府 台湾的人 很像跳蚤 跳蚤很厉害 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 有厉害吗 它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100倍 很厉害 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实验 我们拿一个盖子 把跳蚤盖起来 然后你拍桌子 它就会跳啊 然后 会撞到上面的玻璃 它都会痛 你再拍 请问 跳蚤聪不聪明 聪明 它会不会降低它的高度 会哦 你在拍 它为了不去撞到上面的玻璃 它会跳矮一点 然后 你就把那个玻璃 再换矮一点 你再拍 它又撞到了 对不对 然后你再拍 它又降低它的高度 你就哦 越换越矮 你就一直换 把那个高度换到接近桌子 你再拍 跳蚤 还会不会跳 那它会干嘛 它会爬 用白哦 它就不跳了 然后当你把那个盖子 拿开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盖子了 你再拍 请问它会跳 还是会爬 它就 从此以后 它就变成 爬枣 它就不是跳枣了 从此以后 它就变成 爬枣 已经没有盖子了 为什么它不跳 因为 自我设限 我跟你们说 台湾人 就是这个状况 为什么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 你以后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你相信吗 以后如果 我们变成 台湾变成残油国 然后你可以戴那个阿拉伯的那个帽子 有没有 在路上飘飘然的走 你敢相信 通常不太相信 你很难相信 台湾的现状还可以获得改变 你很难相信 台湾人以后很有可能变成残油国 你很难相信 台湾以后会走出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国际地位 因为你自我设限阿 中华民国给你的70年的教育 都是自我设限 他想给你看的新闻 给你读的书 全部都是限制型的教育 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洗脑 慢慢的你们就会发现 以后要怎么看新闻 要怎么读报章杂志 所以不要自我设限 大家要知道 人家在跟我们讲什么道理的时候 要听得进去 一件事情是不是有正反两面 我当初跟我朋友讲的 你呀 在网路上看到的是负面的 可是我看到了正面 也看到了负面 我有权利说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是当你只看到负面的时候 你没有权利来告诉我 你的判断 我说对不对 你一定要看了正面跟负面之后 你才有这个权利来说 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是不是 所以不要没有给自己机会 这是重点 人生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际遇 都是你无法想象的 终于呀 2006年 有没有看过我们的秘书长 有上过他的课对不对 秘书长 我们的秘书长带着 228名228事件受难家属 去提告 他怎么发现的 如何发现 他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呢 吃着罐头 然后很辛苦的读了将近半年的书 那个原文书 叠起来跟人差不多高了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的原文书 有高不 我们秘书长是博士了 从里面 寻找到台湾的国际地位 他带了228名 去提告美国政府 结果呢 终于 2008年的时候 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 诶 这很可怕诶 我本来之前看到这个 我是不知道 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我嫁给一个菲雍 然后我跟他生了一个小孩 请问我的小孩是 我的小孩是 小菲雍 对 我如果今天 嫁给了一个菲律宾的人 我的小孩不是台湾人诶 有没有可怕 如果你今天娶了一个越南的太太 结果你的小孩是 越南人诶 不是台湾人诶 因为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 所以你会发现 这件事情跟你本身 有没有关系了 有关系 有很切身的关系 当你自己是没有国籍的时候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2009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 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政治炼狱是什么 从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那一天开始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政治炼狱了 一道行政命令 把你们全部的中华民国国籍 敲定的时候 就已经生活在政治炼狱了 你们完全没有经过自己的意愿 而且被有计划的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政治炼狱了 2009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经商和平条约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我 然后呢 搞瘾了吗 有没有搞瘾 哦 放弃抗辩权 这样有贏了吗 放弃抗辩权 代表 你说的是事实 我不想抗辩了 你讲的是事实 那我放弃了 我放弃抗辩权 放弃抗辩权应该要把 政权还给本土台湾人 对不对 结果是什么 2009年10月5号搁置本案代审 为什么要搁置本案 你应该要将政权还给我们本土台湾人啊 因为 美国说 好吧 我行李啊 你有人吗 我把中华民国赶走 你有没有人接掌政权 有没有 没有嘛 那这样 我公平 当初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的时候 他带一千名的公务人员 台湾当时是六百万人民 现在台湾有多少 两千四百万人民 一比六 四比 二十四 所以 四千名公务人员 就是各位坐在这里上课的原因 所以 各位 你们即将成为 台湾民政府的 一级长官 开心吗 好开心 可是 在这个当下 四千名公务人员 早期了没 差不多了哦 秘书长有讲 这个时间进来的你们 这个时间进来的你们 这个时间进来的人很有福气 你看啊 我们后面啊 现在有看到我们吃饭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志工在替我们服务 在台湾民政府啊打拼很多年的人非常多 革命尚未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仁需努力 然后那些志工 大家都是无怨无悔的付出 为了革命 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可是各位你们只剩下几个月 你们就可以看到历史性的转变 你有觉得自己很幸运吗 在这一刻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所以 各自本案代审 我们在今年的三月份 我们在美国是不是有召开一个记者会 五月份的时候 也就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才去日本又开了一个酒会 这都是在在的 跟美国跟日本说 差不多啊 政权该移转了 而且我们今年第二度控美案 这一次判决应该没多久就下来了 如果你想 当有一天突然跟你们讲说 要执政了 你们有没有办法 面对这么多的台湾的人民 冲上来来问你说 你有没有办法解释 台湾的国际地位给他听 感觉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义务跟责任 所以最基本的法理尝试一定要很清楚 最起码一定要弄懂 你们才有办法去服务人民 这张身份证啊 已经在今年1月1号 全球194个国家以上都通用 所以没有去申请的 赶快申请 赶快申请 然后我们已经通过了 台湾公民权力法案 现在一条一条的法案一直在通过 所以台湾民政府 很快就要执政 但是各位准备好了没有 你们已经有作为一个 要服务人民的一个父母观的心态了没有 这是我们即将很快就会面临到的事情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论真欺骗台湾70年 第一个 封锁控制台湾的媒体 有没有 有没有人会问说 你们为什么都不打广告 你们为什么不上新闻 为什么新闻不报 请问所有的媒体都在谁的控制之下 台湾管理当局是谁 中华民国 当他的控制之下的时候 请问他会让你好好地报吗 现在的局势转变得很快 以前你想要看到台湾民政府上报纸 很难 因为他连报都不敢报 可是现在啊 媒体他们想要报导 可是又不敢太正面 为什么上头会说话 我们啊 有一些记者 私底下都有跟我们讲 我们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直接跟我们说 他们 在 出来 他们要出来之前 新闻稿都已经写好了 还没采访你哦 新闻稿都写好了 出来只是来给你拍拍照而已 假装采访你 假装采访你 其实他们要报的东西早就都写好了 这样会是事实吗 不会哦 可不可以捏造 可以 他又不用负责任 可是上面的人 他们 有接受到命令呢 这个就是封锁控制媒体 我们看北韩 是不是觉得很扯 这样子民主开朗的社会 怎么可能还会有北韩这种 悲惨的事情存在在这个社会上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台湾人很开明很幸福吗 我们也很悲惨 我们多悲惨 228的纪录片在台湾的网路上你查不到 可是你到国外的网站你查得到 诶 请问有没有被封锁 你今天出国你会去国外的网站 然后查228的纪录片吗 不会嘛 不是 不是我们没被封锁 而是我们不知道 捏造台湾历史真相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教室选举 你拿着他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去投他的总统 投他的议员 选他的市长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人 你们想要做中华民国的人吗 他现在没有领土了 他的领土很小 知道剩下哪里吗 金门 马祖 可能还有平坦 对啊 所以诶 做他的人很可怜诶 不要去选举 也不会有选举了啦 那个明年总统不会选的 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政党 他有办法真的为台湾人走出一条路吗 不可能哦 所有的政党都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除非你跳脱 只有台湾民政府是一个政府 他不是政党 我们不是党派 我们不是民间团体哦 我们是一个真正真正的政府 所以流亡体制内的政党 全部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不可能为台湾能够做出些什么 因此 现在台湾快被卖掉了 大家知道吗 你看报章杂志 你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你觉得距离你好像都有点遥远 标题有点太庞大了 可是就发生在 我自己自家的姐姐身上就有一个例子 我姐姐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 妹妹 我们公司看被中华民国无法抖了 我说你不要有白说啦 我们不要参加台湾民政府 就想说 随便讲哦 没有我有证据 我说什么证据 我姐的公司是在做这个投影布幕的 这个投影机 投影机投影布幕 他们啊 公司 台湾的公司嘛 他们都每年哦 政府都会编列预算 给一些公家机关 学校 来去采买 这些器材 从原本的多少 一万多 六千多 四千多 请问四千多 台湾的公司还有办法卖吗 没办法哦 啊可是他还是要买啊 跟谁买 淘宝王 跟谁买 中国买 所以 今天 买这些器材的钱 从哪里来 大家纳税人的钱 啊 自己台湾 自己的公司没有照顾到 跟谁买 中国买 有没有变相的将台湾的钱 洗出去 大智 大政策 大方向 小智 这么小 连我自己 亲 亲 姐姐 都有这样的 经验 你看看 台湾以后还会有希望吗 再继续下去啊 台湾人 为什么会穷 台湾 一年三收耶 物产丰饶 包括到现在 还是啊 为什么会缺水 台湾是多雨 丰厚 水源充足的一个岛屿 缺水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水库的基于 已经一百年都挖不完了 建设烂成这样 才会缺水 你想想 原因呢 我们 在看一件事情 我们很少去探究 真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只看到表面 但是你要知道 原因是什么 政府无能 不是一句口号而已 事实上 跟他所有的政策 建设 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为什么要有使命感 如果今天 你能够为台湾 做一件 有意义 能够改变的事情 你要不要 试着去做 要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 已经开始打广告 由本土台湾人 来为自己的 本土台湾人做事 苹果日报 我们的各个报章杂志 我们也有一位 今天也有 刚刚有问过 有位同心 他也是自己看 自由时报来的 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你还敢相信 你看到的是真相吗 这个图案 大家应该常常看到吧 它有没有代表我们参加 大大小小的奥运 有没有 请问上面 有没有写台湾 上面写什么 中国台北 没有台湾 没有台湾 它可以代表 台湾参加大大小小的奥运 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吗 我也不觉得奇怪 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 不关心嘛 政治能感嘛 没什么感觉啊 反正就这样啊 反正台湾国际地位 正不正常化 有什么差 有差 原来我生出来的是小肥庸 所以有差 为了不想生小肥庸 所以很重要 他要离开了 怎么离开 裁军行政院废止案 平坦岛建设 国共和解 为什么要裁军 请问一个正常的国家 要不要军队 要 一个正常的国家要军队 然后 国防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裁军 因为 美国跟他说 不好意思 你让人发现啊 你要走啊 不过你是流亡政府了 要怎么 意思是 流亡政府 依照国际法 跟万国公法 里面规定 他只能拥有 纪卫队12万人以下 如果他拥有的军队 超过12万人以上 在国际间就被称为 恐怖组织 所以 要裁军 因为要走啊 为什么要裁军 正常的国家需要军队 因为他要走了 他不想当作恐怖组织嘛 所以裁军 新闻 新闻都看得到哦 不觉得奇怪吗 国安 警卫大队 裁册 不是省钱哦 他才不会省钱耶 能A就A 废纸案 他不是一条两条 行政院废纸案 你随便打 啪 一堆 不是一条两条而已哦 非常多 随便你点一条进去看 中华民国哦 应该出现的哦 政治的台湾创造一连串的假象 你会不会看 这很重要哦 看不看得懂 新闻在报的时候 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平潭岛 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平潭岛哦 它是一个小小的渔村 然后呢 两三年的时间而已 不 要复制一个台湾耶 拿台湾哦 纳税人的钱 再盖台湾 建设台湾哦 慢慢盖啦 啊哦 挖个路哦 没钱就再挖一下 然后哦 那个路怎么补哦 都补不平 啊盖他们自己的家乡 拿命盖 两三年的期间哦 想要复制一个台湾 因为住的 有数息嘛 这一个新闻 看到的时候哦 我爸爸 我爸爸他是一个政治狂热者 而且 我当初跟他讲 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他就没关系 然后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我就跟他问一个问题 我说爸 我给你问哦 为什么台湾人 可以去中国的平潭岛当官 为什么 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去到中国当官 我爸爸就回答我说 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赢了呢 没啪啪啊 要鼓掌一下哦 因为 我爸爸他终于 回答不出来 我说 哎 不觉得很奇怪吗 台湾人怎么可以去到中国当官 因为 因为国共和解嘛 中华民国要撤退到平潭岛去 所以 中华民国 可以 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人啊 他当然可以去中国当官啊 但是 我们看得懂吗 会不会看新闻 大家还想说哦 平潭岛哦 有很多的利多 有没有 去到那里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这个是平潭岛建设的蓝图 五岁哦 盖台湾 盖核能 盖他们自己的家乡 风利水利 一只哦 随便都挤兆哦 啊 盖台湾 盖核能 你看有没有过分 啊拿谁的钱去盖 拿现在在场 各位所有的人纳税钱去盖 那有过分吗 所以 我们要会看 中华民国 有没有办法保护台湾人 记不记得越南大暴动 越南大暴动的时候 中华民国做了什么 我发给你帖子 请你贴在胸前 我是台湾人 这样人就不跟你打 会有可能 不可能哦 可是他也只做得到这一点 因为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他本来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台湾 他也没有办法保护台湾 那这是什么 太阳花学运 太阳花学运抗议什么 服帽 对不对 反服帽 ECFA 我们前几期有一个学员来上课 他是太阳花学运 参加太阳花学运的学生 我就问他 我说你去抗议反服帽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服帽的条款 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你去抗议什么 爱台湾 你那个服帽 条文 跟ECFA条文 把它打开来看 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台湾两个字 你爱台湾 爱哪里 他从来就没有看过条文 就是盲目的去抗争 抗争之后 我跟他讲 里面都没写到台湾 没办法 已经被冲倒在地上了 这个就是 人家的中华民国国民党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人家的国共和解 自家兄弟在签自家兄弟的和解案 我们去抗议什么 里面的条文从来也没写到台湾两个字 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为什么要去抗议 不知道抗议什么 因此 国共和解之后 他们才可以撤退到中国的平潭岛去 不然金门马祖有点太小了 可能塞不下 所以 要有一个平潭岛给他撤退 这个就是重点 要会看 你要会去辨别 真假 是非 秘书长说 今年 2015年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年 今年啊 即将执政 我当初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我没有想得很多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刚刚讲的使命感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的这一辈子啊 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有意义跟有贡献的事情 一般来讲通常会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 觉得那个是企业家 或者是很有钱的人才做得到的事情 可是今天台湾民政府给大家一个机会 你今天在这里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 在今年建政台湾历史地位能够正常化 国际化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再让你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变台湾 我们那个亲近啊 民宿有没有 可不可以不要再官商勾结 再继续的签给他 继续烂肯开发 好不好 不要再签了好不好 对 才不会有巴巴风灾嘛 是不是 我们盖一个建设的时候 好好的设计它好不好 好 才不会缺水嘛 今天日本的那个人孔盖很漂亮 他们都设计在人行道上 骑车的时候才没挡到枯子拨桌 我们也来设计在人行道上好不好 好 有机会去改变 能够做这些事情 是这辈子很难得的机会 我前几天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我还蛮气的 大家要不要听 我们啊 台湾哦 人哦 很棒 我们发明了一样东西 我们那个地有没有 我们的路啊 上面铺那个砖 然后呢 它下面啊 一层一层一层 就是类似像人家那个卖饭食 这样过滤水 有没有 这样子 一层一层一层 下来 然后铺这样子的路上去之后 雨水下下来 它到下面流到地下水的时候 整个已经净化干净可以喝了 然后还可以过滤空气 你的空气哦 从那个地面这样下去 再上来的时候 它会过滤脏空气 出来的时候是干净的空气 有没有超强 全世界哦 三十几个国家 抢着要买台湾的这个专利 结果台湾的 台湾的法案 竟然不能通过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不能通过 为什么不能用这样子的地 来铺在台湾的路上 因为台湾的法案 铺路一段时间来铺路 就可以请钱 你一开始铺他这种路 一开始就要花很多钱 以后都不用修了 一劳永逸 我跟你讲 那些厂商没工作做 这就叫做官商勾结 怎样勾结 你今天来投我的票 你这个财团你支持我 你给我钱 来让我当选 我之后哦 这个马路哦 几年我都包给你做 法案不能通过 因为第一次就要花很多的钱 去铺这个路 以后就没钱赚了 过不过分 生不生气 台湾可以过得更好的 台湾人自己的人发明的专利 结果不能用在台湾 气不气人 就是这样的使命感 让你觉得 不管无论如何 都要为台湾做一点事情 所以台湾的历史导正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 有没有一点点的感觉 希望大家可以朝这个目标努力 今天是初级 高级 过完之后 很快我们开了直前训 大家来过了五关 成为台湾民政府 的正式官员 一起来为台湾奋斗 一起来为台湾奋斗 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